崔永熙上场4分钟 砍下5分 直接给现场的美女球迷打嗨了 10月15日的NBA季前赛中 布鲁克林篮网队以131比92大胜华盛顿奇才队 数据方面 篮网队托马斯17分5篮板 施罗德13分7助攻 西蒙斯11分5篮板 崔永熙上场4分42秒 有5次出手 命中2球 拿到5分1篮板 虽然上场时间不多 但依然展现了自己的特点 作为一名新秀 每一次上场都是在积累经验和信心 这次在最后的垃圾时间上场 但相较于上一场打的更有章法 一上场小崔就先投了一记3分 试试手感 两分钟时 贝利丹打掉球 眼看无法过掉防守 进攻时间只有2秒了 他开始疯狂甩锅给到身边的崔永熙 小崔随时做好准备 接球后顺势出手 三分压哨轰进 篮网的替补席 开始了一波狂欢庆祝 1分30秒 崔永熙面对中锋 事宜要拉开单打 沿左路突破防守 拉开半个身位后左手上篮 高打板后差一点 好在跟进的队友补篮命中 随后小崔越打越来劲 低脚接球后 过掉帽抢的防守 原本想来个大撤步3分 而旁边的贝利还在伸手要球 紧张之下踩线 动作变形 好在场两分也能稳稳命中 场边球迷彻底沸腾了 镜头还给到了两个嗨翻的美女 最后时刻 现场气氛到这了 队友还是把球给到了小崔 后者继续点名对方中锋 可惜这次出手三不沾 可能有点过于兴奋了 网友看后纷纷说道 进了两个球把队友们落坏了 看来小崔也融入的不错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